1973年成立的香港温达乐队 明年春节会在宏馆举行演唱会 不过近日成员彭建兴建议乐队演唱会后解散 遭到成员和外界一致反对 虽然此举确实有炒作之嫌 不过成员谭永林却坚称真有其事 11月4日温达所有成员出席TVB节目录影时 就表示连周润发、刘嘉玲和郭富城 都先后表示不希望温达解散 但成员钟正涛最后还是照买官子 周润发说全香港三分之二的人 捨不得我们的解散 因为香港人种乳化 老话 老人家没歌听了 所以要我们唱哦 这边我要特别谢谢他们 谢谢刘嘉玲 谢谢周润发、郭富城 支持我们 希望我们不要解散 我们慎重的考虑 钟正涛的好朋友关志玲 在活动当天宣布与富商陈泰明离婚 钟正涛太太范江向媒体承认 自己知道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 钟正涛也表示自己早就知道关志玲离婚 但这些事情应该由当事人宣布 不过本来是关志玲好姐妹的刘嘉玲就表示不知情 再加上刘嘉玲单独约陈泰明爬山的事情上个礼拜曝光 关志玲竟然也承认看到报道后不开心 让人怀疑关志玲跟刘嘉玲的姐妹情已经变质 本身是两人好朋友的钟正涛 虽然表示自己不知道两人的关系 但也暗示刘嘉玲不应该单独约陈泰明爬山 我真的不知道 因为他们的关系跟我不是有关系的 我很难讲 大家都是好朋友 其实没有关系的 应该找周恩发一起 他那么一个礼拜走20公里 对不对 可以找我们一起 我们都很喜欢去 每天跑20公里 每天他还有一个动作是这样子的 那我们演练 我们发上微博去了 夜思娱乐新闻中心香港报道